独家特约播出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松青 马英九最近是非常多选举的行程 很多人都说在选举行程当中 有很多地方必须要注意到 否则很容易说 有触了眉头 最近马英九去帮人家做扁额的接目 结果要拉绳子的时候 绳子断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到底马英九在他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还有什么样这种所谓的 兆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我们今天一一讨论 我们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佩芬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光琴你好 主任黄鹏大家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其实这一次马英九去到中部的地方 接了一个扁额 结果在拉绳子的时候竟然拉断了 怎么一回事一起来了解 紧紧抓着红布条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准备接扁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另一头的搭档 吴敦义的布条先断了 吴敦义临危不乱 但马英九不知道怎么搞的 明明那一边的布条已经断了 他还是拉拉拉 结果自己的也断了 这下子可尴尬了 马英九站在原地不敢乱动 吴敦义则频频抬头想找原因 结果妙方搬来梯子 直接将布曼扯下来 用吉祥话转换气氛 大家赶快用力鼓掌 而参加类似的宗教民俗活动 马英九也曾经碰到这样的状况 上次2008年大选前的除夕夜 马英九到法谷山敲钟祈福 关键时刻 绳子竟然应声断裂 圣言法师一脸错愕 而当年的对手谢长廷 则是一脸笑嘻嘻 但看于是解读这些意外插曲 认为这多多少少反映出 当事人和所造访庙宇之间的缘分关系 跟这一家的密钥的主神 那缘分比较薄 也会造成这个小问题来暗示 所以可能这最大的原因 就是跟这个日子有关系 所以他那个日子不好的话 破日破夜都会伤到 我出去拜访的一些小动作 问题会呈现出来 强调马英九接扁当天 适逢农历上的坏日子 凡事不顺很正常 和选情没有任何的关联 外界不必多做解读 我们先景象一下光晴 其实一般人连做什么事的时候 都会踩一个好兆头 那更何况是这种参选人了 尤其是这个大选的参选人 更是重视这种所谓的兆头 尤其到庙里去拜拜又是接扁额 这个绳子断了 好像大家感觉不是那么的好 对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说实在都很迷信 就算你先不迷信 但是会被感染的 所以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逢庙必拜 然后在平常的时候 如果碰到不好的这种征兆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运 就会受到影响 那马英九过去从不信到信 尤其是他现在身兼多职 又在选举期间 又到这个佛庙必拜里面的庙里面去 所以这个东西相当敏感 对这个马英九来讲 切身的这种感受 尤其两个候选人 他觉得说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是 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个VCR里面也看到 说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在几年前 他们有一次撞钟 到庙里去撞钟 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里面 也出了问题 那个好像是在2008年除夕嘛 就选举前 他们两个去撞钟 他跟那个校外场 结果那他就一撞 结果那个绳子整个真的断掉 他就很尴尬 那大家就在讲 你看绳子都断掉 所以一定没机会 但是他后来还是当选 而且还高票 所以那个是不是 当然感觉上心理上有错的感 当下的那个感觉 是可能不是那么舒服 然后就有很多人开始 就说大家就这样耳传这样子 但事实上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会感觉不舒服 但是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个 其实我觉得大卫还是有天命 跟那个绳子断不断 那特别刚刚光琴讲的 盯得太死 所以有时候我们办活动 有时候是人为的因素 对 那主持人特别强调说 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那个东西不要拉不下来 那有时候就是一个大球 一拉开然后就散开来 有时候那个球整个掉下来 其实还是说 大家要求个好兆头 不过光琴刚想到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这些参选人是逢妙必败 逢妙必败 败一些平常正常的行程是OK 但是如果败错了 问题就来了 最早逢妙必败的主司也 在台湾先起一个热潮的是李登辉 那时候我们大家媒体在探讨 他明明就是姓他是基督徒 而且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跪地求导带着真文会 怎么选举起来完全不分这个教派 就逢妙必败 那甚至他很多这个活动中参加 那后来就是说 我们有看到陆陆续续的参选人 那宋楚瑜我们有讲说 他是把那个李登辉的真传 发扬的非常地发扬光大 因为我们那时候从省长开始跟他跑 就看到他很多的行程都是往庙里面去 然后宋楚瑜他们最早家里全家也是信基督教 后来因为有个约缘就是他唯一一个姐姐 他后来在桥下淹死了 然后拖上来的时候他双手是核实的 他全部都改信佛教 就对这个也蛮能接受的 所以宋先他后来 不管是后来选上省长 或者他在这个参选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每庙必败 然后甚至有些候选人 到这个庙里就说这个庙里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马英九 马英九过去从来没有说很土显的说迷信 或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宗教信仰 可是他也这个所谓的宵归潮水 那最近发生一个事情是 录影的时候才见报的 就是有一个叫做圣伦的 也号称是法师 他不幸就是发生这个性侵害的这个案件 而且非常离谱 还叫弥姑在旁边 看他如何去性侵这个所谓的女的这个信徒 结果这个事情呢 后来一扯到就说 其实马英九过去参选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去拜望过这个圣伦 还帮他说了非常多好话 所以这样两个一牵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当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说是一个坏兆头 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说 不管是迷信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谈论这些事情 还是说你会把他牵扯到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人 你佛庙必败是拜错了 因为大家会考量到他的一个判断力 所以说很有趣的一点 包括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看板来整理一下 我们这边看板有显示一张图片 是马英九最近行程里面 他到了这个南部的庙宇里面 而且还进行这个抬教的工作 当然抬教工作是要被筛选的人才能去抬教 所以我们继续请要配分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 其实他是很融入当地的所谓帮他安排的一个行程 但像光庭所说 其实有时候你一个行程错了 可能就后来的一个连锁反应 是你无法想象的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主持人刚刚讲到抬教 刚刚光庭说逢庙必败 你知道每一个庙都有香火 都有信众 他是为了选票 所以你看候选人喜欢到法谷山 星云的佛光山 那个信众都很大 你像王金平就最爱跑这种吴伯雄 他其实不是真的去逢庙臂白 他是冲着那些信徒 那些选票去的 那比如说去抬教 你知道抬教我们看过那个马祖出巡的时候 你看那个几十万人 然后绕过 对 所以他必须要在那边 然后电视媒体这样拍 然后信众说 今天谁来抬教 那抬教你必须有那个福分 所以大家都会请到那个地方上 声望很高的人 然后去抬教 所以他变成说 他也不能免赎 变成一个选举象征了 对 因为有选票 因为有那么多信众 特别是叫做香火旺的地方 那更不得了 其实我补充一下 因为后来政治人物 他们要不然就是有家庙 不然就是譬如说延青标是镇南宫 真才美左 就是立法委员 他是那个朝天宫 那过去很多政治人物 都喜欢跟这个延青标亲近 除了刚刚之前也讲 就是说他可以发动那个信众 那甚至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延青标他动员他信众 一个晚上就包出了五万个这个众子 所以你可以看出他动员能力 后来有一个抢头箱 过去因为宋楚怡在省长任内 跟这个在省议会的这个延青标 很亲近 而且延青标最有名的说 吃人一斗 吃人一口还人一斗 其实就是讲还宋楚怡 过去在省长任内给他的一些好处 结果后来抢头箱 或者说他们每次 镇南宫什么活动的时候 他一定是 譬如说妈祖绕境这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 挤得水线不通的时候 他一定会让一个席位给那个宋楚怡 后来这个席位就变成 肖安长取代了 我被那个马英九取代了 因为没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延青标让位的这个事情 就让他在那个排教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位置 而且摄影机可以照到那个位置的 那宋楚怡显然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去 所以后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政权的交替过程当中 那个走马换降也非常的激烈 所以说很有趣 其实从这个大家参选人去庙里面 然后到刚刚光琴讲的这个现象 就是有一些庙宇的大型活动里面 旁边这个重要的位置 其实也看出这个政权的叠换 所以我们继续来聊说 其实呢有很多所谓的这种选举当中的这个兆头问题 最近的马英九的场子里面又出现一个现象 什么样的现象一起来看看 民进党领导人参选人蔡英文 高雄竞选总部成立 被民众热情包围挤成一团 但才踏上高台 意外就发生了 痛一声木板突然塌陷 蔡英文差点就跌倒 工作人员赶紧出手相救 晚安人员也立刻把蔡英文拉开 要求民众通通下台 仔细一看木板整块裂开了一条缝 幸亏有惊无限 而同样赶场造势的马英九 也发生了意外小插曲 就在这场造势舞台上 马英九武敦义手拉手向民众致议 但突然有一位白发男子 就这样大喇喇走上舞台 从马英九武敦义忍缝中钻过去 武敦义还警觉性的看了一眼 但这个场面已经让现场的 未安人员捏把冷汗 环英九 环英九 选战倒数不到70天 庄英忙着赶场拉票 但就怕这样的小意外在接连上演 其实很有趣我们刚看到蔡英文的造势场子 跟马英九的造势场子 蔡英文的造势场子是因为人太多 就把舞台的这个木板给压垮了 而马英九则是要造势的时候 他跟吴敦义要拉手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人突然穿过去 这个该怎么样来解读 你知道在选举造势场 尤其是到每个地方 那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都觉得说 我如果站不上去我就很没脸 一定要挤到那个台上 那挤到台上的时候 有很多事先就已经安排好 那有的仪式已经开始了 你还来不及 所以就会很无状的从中间穿过去 其实那种人就是说 自认他是一号人物 然后他如果赶不上那一步的话 就没办法 所以他找个空穴就这样穿上去 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因为你前面没有人挡 所以他就找个空穴上去 而且他能够进来 然后大家可能也认识他 所以他也就穿上去 这种在很多场合很多突兀 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你挤不上去 就表示没那个分量 尤其在地方上这种人情事故 是更重要的 代表你在地方上的一个分量 像那个马总部那边成立的时候 那个不是一字排开都站在后面 其实那镜头扫过 就一个个看 看谁没有到 你没到就没分量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突兀的现象 是地方会发生的 并不是大家解读说 是不是有一些破气 把这个气给破坏了 或是什么样的情形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蛮久的竞选总部成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看过风水 或是有一些竞技呢 我们稍后回来进一步讨论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选举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忌讳 有很多的竞技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说 马英九的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像蔡英文竞选总部成立一样 是非常重视风水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马英九竞选总部当天成立的状况 国民党马无配 全台竞选总部30号成立 台湾要让马英九协同吴敦义进场 民众夹到欢迎 光进场就花了20分钟 全场都有了5000名的支持者 热情涌上与马无急掌庆祝 上台致辞 马英九更是慷慨激昂 爱台跟卖台的二元化 简化成情绪性的发言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 但是他话说的漂亮 可是他一直把卖台的帽子 扣在我的头上 谁在去年说 是流亡政府 是谁 然后到了选举前 怎么改变这么快啊 我们怎么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马英九炮火猛攻系数正经 要选民选择有能力的执政者 而现场也来了不少重量级的助选员 国民党荣誉主席联赞 特别提及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愿景 由衷钦佩马英九的魄力 两岸的关系走向一个和平 康庄的大道 又犯了哪一条 犯了哪一条天条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啊 很钦佩 我们马英九提出来我们 大家奋斗方向中间的一项 连赞喊的声嘶力竭 确定担任竞选总部的主委团总团长 而身为全台后援会总会长吴博雄 也强调选亲艰困 呼吁泛蓝团结 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们内部不团结 就有重大的危机 最近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忧心忡忡 但是我也碰到很多支持民进党的朋友 虽然不明讲 心中暗爽 吴博雄向宋楚瑜隔空喊话 要亲民党不要中了民进党的轨迹 再加上竞选总部主委肖万长 顾问团总团长王金平 全台竞选总部全员到齐 国民党大佬们从上到下 抛开所有隔阂 塑造大团结氛围 为马屋配全力催票 我们先请教光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马屋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是相当的有气势 他们造势也造势相当成功 不过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说 他们有像蔡英文竞选总部 成立那时候的大张旗鼓 那时候有非常的这个风水大师 还进驻这个竞选总部 去帮他们料理所有的 这个祭拜的仪式 如果相比较之下 当然连在那时候 尤其04年的时候 特别重视这个 那可是你探究说 普遍性来讲 每一次竞选总部开张 那就很探究风水了 就算马英九他很铁齿 我们台湾叫铁齿 但是难免 就是他竞选总部的人会帮他看 那之前呢 上一次08年选举 那个时候选的是在 爱国西路跟中华路 这两个光听名字 有些就说 蛮符合国民党性的 那后来又说 看那个风水说 扫了后靠 那暂时待可以 不宜久居 而且他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 毕刀煞 因为他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地点 就是基于这几个就是说 那要靠马英九自己了 08年选得很好 那这一次他不是又回到老巢 随着老巢就是说 那个在巴德路上的那个总部 更国民党性 以前连战用过 可是落选 但是郝龙兵去就当选 那他如果这一次去 那有人讲说 有两胜一败的这个战机 他如果这一去可以光复那个地方 那可是这一次去呢 我们就看到说 还是讲究要10月30号 这个日子开张 而且前天晚上就封街 然后开张以后呢 那还有摆了几项东西 那我觉得就是说 讨个好兆头嘛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英九他不得不信 那我们过去也看到就是说 马英九特别喜欢数字 这个在台湾我们很多媒体人 也都常谈已经不烂 就是说 英九他就喜欢选 选一九 包括那时候我讲过前一个 08年那个进行总部 那个门牌号码就刚好就是一九 这是凑巧巧合吗 我觉得是刻意选的 因为你看 在更早的时候 马英九选他车牌号码 就是一九 那他过去的 他老家的电话号码 也有个九 马赫林之前就跟我们阐释过 为什么他帮他的 这个小九取名叫九 就是无限的棉延 这是一个无尽数的一个数字 是霸 那最多他用九 可是后来走火入魔就变一九 他车牌号码就是一九 门牌号码是 连那个总部的电话是8819 就是邦邦英九 就是后来就当数字 要取这个谐音就对 而且连总机 总机那个电话号码都后面都是一九一九 是 那从头到尾都是一九 我觉得或许他用这个号码可能求个心安 他可能用习惯 英九一九 他觉得有个后告吧 那这一次对于马英九阵营的这个竞选总部也很好奇 是因为蔡英文竞选总部先成立了 那时候还有风水大师进入了竞选总部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那国民党有没有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国民党这一次整个祭拜的过程 因为还是有这个仪式的 这一次最主要的代表是肖万长以及曾永泉 他们主要是祭拜天公还有地基主 另外他们选的祭品是包括了有饼干糖果水果 另外还摆上了老姜红豆海盐还有沙盐 据说这是代表所谓的山珍海味 而挑的时间点当天是一祭祀的 所以请调一下佩芬 其实国民党应该说马英九 国民党可能过去还是有这种选日子挑日子 但马英九其实在多次的竞选总部成立 包括他的市长任内还有很多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忌讳说在农民历里面 今天是不是一祭祀或是什么 甚至有大凶他都无所谓 那马英九虽然铁齿 可是他的干部们也是要求个心肝 也希望能够脱个夫 那连战的时候比较严重 还半夜挑个时辰拜 那马英九这次算是他的竞选主委 就是肖万长跟他的总干事曾永泉来帮忙办 但是你说那个祭品 祭品一定要摆 那摆当然要有个代表性 什么山珍海微箱 海盐就是那个海里面的东西之类的 我想就是一个仪式免不掉 那你说马英九是不是真的就会相信 他不见得会相信 因为他只相信他自己 我坦白讲马英九只相信他自己 他认为以他这样的条件 他当然就是可以打赢所有的政绩 特别是2008年 但是你说你的所有干部都这样做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难免 所以说马英九也不免免俗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教光琴 很多人都说 其实马英九从2008年 他选得相当的顺利 但是这一次他选得很辛苦 是不是跟他这个不信风水 也有一点关系呢 我想很多信众或者说选民他会传找附会 而且在台湾不晓得怎么搞 曾几何时 就是说这个风水啊 或者说命理这个风气 因为电视的关系常常在上面传销 所以非常的大家非常的风行 那在马英九身边其实 这个肖万长跟武敦仪都很信 你记不记得在台湾有一次非常大 盛大迎佛牙仪式 这两位都是主计的 那马英九过去康宁祥 就是早期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曾经讲过 说马英九在立法院背询的那个位置 过去是政务委员 李登辉做过 那时候马英九是政务委员 你就可以知道他在案子说 以后你也可能 有机会当上领导人 有机会当上最高峰 那所以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很在意 你看有一次除夕 也是农历年期间 他就看了一个吴章玉 他最近吴章玉出事被收押了 那后来就是 你们看马英九 他在那个一些演习的这个场合 曾经有一次 还是今年发生的 就是说发射了19枚飞弹 不管从空从地 里面有6枚是14 而且就在他前面不远的距离 就倒栽充 在他正前方让他看到 对 我就是这个画面 就可以看到 那时候马英九 他整个觉得你是触我眉头啊 这个在军方其实是不吉利的 然后他整个头 你看他这个表情 就是这些真美飞弹到菜中 到海里面去 所以他整个是那种 脸部表情跟我们感觉是很伤脑筋 其实这幕后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撇开明星不讲 这种东西能看吗 你作为一个执政者 你作为一个统帅 你如何去管理 这内部出了问题吗 内部出了问题会不会影响到 他未来的一个政治前途 我想是多少有点关联性的 所以说很有趣 其实像刚刚两位来宾也都聊到 其实政治人物为了要求大卫 虽然要有天秘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 所以我们继续请教配分 其实还有没有一些 最特别的案例是属于马英九 他也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对他并没有影响 但是他还是做了大卫 比如说在那个2008年选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最后一天造势 现场停就动员很多人力转胜 那马英九因为他姓马 所以就运了一匹白马来造势 那第一匹白马这样下来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斜的板 那个马大概那个马蹄就滑了一下 就当场就跪下去 那通常讲马师前提是很大的机会 而且跟他是直接的关联性的 那个脚就这样就一拐就跪下去 那个比真的什么飞弹掉到海里面还严重 可是你知道我们大家就讲 有够衰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最后他还是那么大胜 所以你说那种东西会让人心里觉得不愉快 可是你说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天命 就像很多人说 你目被人家毁到风水 然后接上去气又可以连起来 又可以当选 我觉得这种东西大概都是穿着附会比较多 所以说很有趣的是 到底这些事情呢 参选人到底应不应该相信 还是只是外人的穿着附会呢 我想那每个参选人自己心里都有定解了 走进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玩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